旁邊大雨 冰珠不斷跟著雨水落到地面 26號下午3點多 南投下起大雨 冰雹也從天而降 山坡土石狂蟹 一邊是狂凝水 一邊則是白色的冰雹 像珍珠 菜能的高麗菜圓巡視 發現葉片上滿滿都是冰雹 都沒有效益 整片都沒有效益 湖炭一場午後冰雹雨 讓心血全泡湯 山區的農民哀鴻遍野 你看 時間末日了吧 你看看 菜都壞掉了 受到影響的農作物主要是菠菜蒜苗 還有高麗菜 一百公頃當中有八十公頃受災 災損多達一億兩千五百萬元 大部分的冰箱降水 會在下漲的過程中溶解 但由於仁愛山區 海拔較高 因此在尚未完全溶解時 就掉到地面上 形成天降冰雹的災害 山區因為地形抬升作用 對流更加旺盛 一場半個小時的午後雷震雨 夾帶冰雹重創農作物 農民苦不堪言 今新聞秋品一許會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兩者掌握新聞